2014年 中国人丁龙的肖像 被留在哥伦比亚大学 永久展示 我是丁龙 我在奥克兰市听过你讲话 2019年 中国人丁龙的故事 被排练成话剧 在古斯顿首演 做丁龙这件事 我觉得我还是有幸福感 因为你看到你唤起了那么多人 我想问他为什么你给你的钱 我希望你给你的钱 我希望你给你的钱 谢谢 1901年夏季的一天 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 当时的校长塞斯洛 收到了一封简短的信件 至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先生 我随信寄给您这张 一万两千美元的支票 作为在贵校开设 中文教学机构的捐款 中国人 丁龙 1901年的纽约和整个美国 处处洋育着造动的气息 此时 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 刚刚超过英国 成为全球第一 12,000 我认为是近乎 现在的钱是350,000 美元 当时的年龄 他能够购买了一个非常好家 甚至在曼哈顿岛 为12,000 美元 保罗·安德尔 哥伦比亚大学原教务长 他和夫人一直在寻找 丁龙捐款的秘密 哥伦比亚大学 实践于18世纪中叶 比美国建国还早 历来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 常春藤 高晓之一 那么 这个向哥伦比亚大学 捐出了一万多美元 巨款的中国人丁龙 究竟是什么人 他处于什么目的 将这笔原本可以供他和家人 买入富裕阶层的资产 捐给哥伦比亚 如果我们把时光 再回推半个世纪 19世纪中期 是华人前往美国的一个峰值期 共有数万华人 从位于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区 漂洋过海 到达美国西部 清朝在中期以后的人口 结束增多 增益面积减少 自然灾害民族 导致这个国内的生存环境恶化 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 同志六年 1867年 大国卖寡地形 卖生器 1867年 农民颜克西 签署了一份卖生器 他的胞弟颜克亚 此前不幸身亡 由于家内清淡 日式难度 颜克西不得不将 32岁的寡地习 吴庆阳 卖给一户姓林的人家 换取一块租银 广东江门市 位于珠江入海口 是中国著名的桥乡 过去周边四县 被合成为四溢 其中 有以台山人 去海外谋生为最多 目前 旅居海外的台山及华人 甚至超过了 台山本土居民的人数 在农民颜克西 卖掉地席的年代 这里的人们 已面临山穷水境的绝境 洪水 台风 旱灾 接踵而来 粮食几乎颗粒无收 伴随着天灾 许多人不得不 把谋生的目光 投向大洋彼岸 他们不惜倾家荡产 买一张去美国的船票 上万名华工 就此从台山出海 他们先是淘金 随着加州等地的黄金资源的枯竭 他们又组成了太平洋铁路劳工大军 1869年5月10日 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天 在美国中部犹他州的 欧墨托里峰 两枚金色稻钉 打入了太平洋铁路 最后铺就的铁柜 标志着这条大铁路的河路 在此之前 约有两千名华工 因各类施工事故和疾病 死在了铁路建设的眼线 之后 上半华工 有的辗转回到中国 有的散落于美国各地 或是继续投身于各条铁路的建设 或是开洗衣店 开餐馆 或是种植农作物 或是到白人家庭当佣人 做最卑下的工作 争最低的工资 那么我们不妨来算一算 1901年中国人丁龙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出了1.2万美元 一个普通划工需要在美辛勤工作多少年才能挣到呢 在太平洋铁路工厂的中期 一个普通铁路划工的月薪是30美元 即便它不吃不喝没有其他花销 为挣的1.2万美元 它要在风雪弥漫的内华达山脉中劳作30多年 假如它能够侥幸不死的话 同时期在华人开设的洗衣店 联系带运一本衬衫的价格是3美元 那么1.2万美元就是洗运5万件衬衫的价格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 美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变 许许多顿的冒险家投机者转瞬间腰长万贯 但是没有华人能够躋身主流社会 据丁龙军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专业 已过去整整120年 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成为西方研究东方文化的重要学术机构 美中两国越来越多的学者 试图揭开那段尘封的往事 寻找这位今天看来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安德尔的夫人米亚 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日本裔美国人 多年来她一直是曼哈顿岛上一所小学的老师 在初期我想开始这个研究 其实是为了我父亲的一项 因为他的故事 相当于我父亲的故事 他们两个低级中学 在美国出生和美国出生和美国出生 他们两个人 我确认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抗争 结果他们的美国出生和美国出生 寻找丁龙的起点是哥大的小史档案 静效两个半世纪以来 有关哥大发展的重要罕见 资金出入和人员档案 都被保存在哥大的真本善本图书馆 丁龙于1901年7月28日手写的 那封简短的捐款信 被放置在一个名为卡彭蒂埃的文件夹中 这封英文短信写的词句简洁 刺激漂亮 信尾的签名与全文字体一致 因此可以推断 这封信是丁龙本人写旧的 值得注意的是 落款中国人丁龙里面的中国人几个字 被作者加了双引号 意在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再往上看 丁龙称呼收信人 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而没有写明校长姓自名谁 可见 丁龙之前大概并不认识这位哥大校长 如果历史只给我们留下了 这样一封孤零零的信件 那么丁龙的故事 恐怕真是要石沉大海了 好在丁龙的信件同时期寄来的 还有另外一封捐款信 提供了对丁龙捐款的支持和解读 这封信寄来的支票 达到了惊人的十万美元 这是Horace Carpentier 到Ceth Low 由Columbia University 约8月1901 封师傅 封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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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以近或多 我将存在一些比锡尾和殡价格 是 我想已有所掌握的 精神直到 一所以 丁龙的几千区 广播放出 The Dean Long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 是一个世界顶尖高雄的院系 而且恐怕都找不到头地的门径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奥克兰市 与著名的旧间山市 隔一片窄窄的海峡相望 一片窄窄的海峡相望 1848年 加州发现了黄金 接下来的一年 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至 美国历史上将这一批人 称作1849年的一代 在这批人中 就有年轻的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卡彭蒂埃 他是当年的8月到达加州的 1853年 卡彭蒂埃来到奥克兰市落脚 与合伙人一起 埋下了这块处女地上最好的地段 又过了一年 年轻的卡彭蒂埃 成功坐上了奥克兰市长的宝座 但是 这位市长的当选经历 并不光彩 据说 他一度获得的选票 比奥克兰选举人的总数还要多 显然是经过了作弊 在这一旦距离 你能看到这个城市 或我们不是捕迹 因為他們沒有屬於他 丹尼斯·伊萬諾斯基 奧克蘭本地歷史研究者 他對卡彭蒂埃這位奧克蘭名人 非常了解 隨著前來奧克蘭落腳的移民 越來越多 卡彭蒂埃和他的合夥人 還組建了本地的民兵 由此卡彭蒂埃自稱將軍 這個頭銜他一直沿用到了晚年 奧克蘭的軍民們對卡彭蒂埃 無不義憤填膺 但意識也奈何不了他 我們在阿拉斯坡 正在阿拉斯坡 你能看到阿拉斯坡的名字 阿拉斯坡的名字 名字被卡彭蒂埃 作為我們認為是他的姊姊 在街上 你能夠來看看 你看到這間屋上的黑色的裙子 那是在阿拉斯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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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斯坡的地方 那是在海岸坡 那是要的附近 那是在海岸坡 那是一部分的開幕 那是在開幕的地方 那是在阿拉斯坡的地方 他選擇這地方 為他能夠逃避他人 那是在他害怕的地方 伴隨著美國西部經濟發展 當卡彭蒂埃的錢包越來越滿 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橫渡太平洋 來到美國加州謀求發展 米亞查閱了許多資料 發現丁龍於19世紀70年代 首次從中國來到美國加州 在奧克蘭 有可能在歷經輪轉之後 他見到了卡彭蒂埃 後者作為奧克蘭的市長 可能正在尋找一個合適的傭人 而中國人當時 被公認為理想的傭人 他們勤勞而心細 忠誠而不多言 即可以承接所有家務 又做得一手好飯菜 有些人說 那些人說 Deen Long是一個身體 因為他害怕他的生命 1889年 在西部賺足了錢的卡彭蒂埃 決定返回故鄉紐約州 他帶上了他賺到的全部錢財 還有重稱的丁龍 卡彭蒂埃在紐約 在馬哈頓島上安頓下來 打理自己的錢財 並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校董 因為美國東部 知道他獵劫的人不多 他在這座大城市 是讓人尊敬的卡彭蒂埃將軍 我正在108-37街 這是Horace Carpentier的房間 它現在從原本的建築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 他們放了木材 它會比較像 建築的樓梯 那些是白鑽 那些是傳統的城市 所以你必須貴富 這樣購買家 米亞想深入挖掘卡彭蒂埃 和丁龍的關係 這是打開丁龍捐款之米的 核心鑰匙 1857年 他在1889年的 紐約人口普查檔案上 看到了這樣的字樣 而在一份1900年紐約的人口普查檔案上 米亞發現了卡彭蒂埃和她八位仆人的名字 其中同樣包含丁龍和他的另一位中國用人馬進 而這一次丁龍的身份卻有了變化 他在1900年紐約人 1890年幫庸 1900年 夥伴 1901年 1901年 丁龍向哥倫比亞大學捐贈1.2萬美元 卡彭蒂埃捐贈了10萬美金 要求以丁龍名字命名 如此看來到達紐約後 丁龍的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丁龍是上萬普通華工中的幸運者 他來美不久 1882年 美國就出台了排華法案 這份簡單而蘇爆的法案 絕對禁止從事體力勞動的華工入境 其他居美華人 如果沒有合法的身份 一律驅逐出境 那這個是比較典型的 就是醜化華工形象的 你看這個 在室內這個華工 他一共有十一隻手 那麼十隻手在勞動 這個是在車衣的 這個抓了一個錘子 抓了一個榔頭的 那剩下一隻手 就抓了一個錢袋子 意思就是不在當地消費 對當地經濟沒有貢獻 因為華人對這個工資要求水平比較低 所以他們擠佔了白人的一個工作機會 在所有媒體上 華人的形象被醜化為稀釋鴉片 留著珠北巴一樣的辫子 青面獠牙 崇拜魔鬼的未開花的人 一旦離開美國 將很難返回 但在美國國家檔案館 米亞找到了丁龍 1894年 1899年 和1905年的三次出境紀錄 在排華法案實施後的日子 丁龍仍然多次乘坐跨國輪船 防返中國和美國之間 1882年那個排華法案通過的時候 一般的這種打工的人 他是沒有資格在當地跟白人結婚的 那他回來結婚 然後他又有一定的錢 那他回來可能做生意會更好呢 此時的美國 早已不再允許華人勞工入境 除非他是學生 商人或者公務人員 想要再回到美國 丁龍必須找到一些美國權威人士 為他證明身份 米亞找到了卡彭蒂埃 幾次為丁龍作證的記錄 卡彭蒂埃再次宣誓 他認識丁龍已經15年了 丁龍在紐約已經居住了3年 他作證 丁龍不是老公 而是學生和經商的人 這兩份記錄內容大致相同 都是卡彭蒂埃和友人 在1894年和1899年為丁龍而作的筆錄 第二次還是卡彭蒂埃的親筆信件 在1894年的證詞中 米亞甚至發現了一張前所未有的丁龍的照片 這張照片上的丁龍更加年輕 目光炯炯有神 顯露著那個年代的華人少有的神采 一個不到40歲的中國人 百萬富豪的朋友 生活富足 但他仍然反覆回國 直到1901年 捐贈各大成立漢學系 這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 高爾維鎮位於紐約州北部 今天距紐約市有兩三個小時的車程 這裡夏季涼爽 是紐約人度假的好去處 大街的盡頭 曾經有一座奇數恢鴻的別墅 它擁有26個房間 我們知道 Deen Leung也有時間 與其他家庭的同學 我聽到Deen Leung 當他在曼山上 一位女士告訴我 她家庭的記憶 他經常穿了紫色衣服 Deen Leung 他經常穿了紫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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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維鎮 近階卡彭蒂埃將軍的出生地 普羅維登次縣 1889年 他回到紐約後 經常帶著他的仆人丁龍 來這裡避暑 作為少盡的華人面孔 丁龍在當地人的記憶中 留下了鮮厚的印象 人們說他負責採購食物 特別是卡彭蒂埃最喜歡吃的牡蠣 他也負責奔赴市中心的火車站 將客人帶回高爾維 而卡彭蒂埃不僅在這裡耗巨資 蓋了豪華的別墅 還為小鎮居民造了一口水井 地下水有一座高耸的風車泵器 通過長長的水管 鼓鼓流向各家各戶 加劇旗 如果這裡的海盆 等於是這裡有兩球 有兩球去狗狗 然後如果行在背後 開了一邊 不仅如此 高尔威本地图书馆的记录显示 卡彭迪埃还曾经购买过一套昂贵的面货设备 之后也捐献给了小镇集体使用 他成为了镇里受尊敬的人 小镇相间的夏日时光悠然平静 但他酗酒 暴躁的毛病仍然是有发作 他和丁隆的故事现在也在小镇流传 一天卡彭迪埃酒醉 不仅把所有的仆人都打跑了 还对丁隆大发雷霆 并且当场解雇了他 这不会是卡彭蒂埃第一次 接受东方哲学的犀利 在二十多年的相处中 仆人丁龙身上的中国色彩 不知不觉地影响和改变着 这位白人大亨 在一张1901年8月23日发行的报纸上 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卡彭蒂埃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次旅程中 他带着一个中国仆从 并对这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 他们两个一起定下一个高级报件 以至于一些乘客提出抗议 要求这个中国人换到仆人们落脚的下等舱 但是卡彭蒂埃将军 拒绝让他的仆人离开 他告诉其他乘客 自己是这个中国人的秘书 而这位中国人则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 报纸上没有写明 这位中国人是否就是丁龙 然而 此时的卡彭蒂埃 已经对这位中国人十分尊重 在丁龙1894年回国后 卡彭蒂埃又捐钱修筑了高尔威镇上小学的操场 图书馆 这些善良的举措越发让他受到尊重 潜移末化中 卡彭蒂埃受到了丁龙东方品格的影响 已经把丁龙当作伙伴 甚至导师 1900年那份人口普查表 丁龙以伙伴的身份被登记在册 证实了卡彭蒂埃的这种转变 而当他的伙伴丁龙在往返中美间遇到困难时 他也不遗余力地将当局致信为伙伴解决困难 根据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 每一个进入美国的华人 都要在九千山万类的天使岛上等候检查 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华人的窘境 他们被要求全身赤裸以艳名正身 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 而这也是丁龙必须要接受的审查过程 或许就在这严酷的审查过程中 丁龙会思考我能做些什么 1900年7月20日 身处纽约的卡彭DI愤然执笔 对歧视华人的移民政策进行了抨击 因为国会的一项法案 这些善良的人们接受着暴行 而这种暴行不仅未被处罚 甚至还被鼓舞 丁龙是中国文化的化身 他让卡彭DI认识了中国文化 他愿意为改善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 去做些工作 他给各大校长的信忠 提出了他捐唤的初衷 我并不是中国人 丁隆和卡彭蒂埃 二十年相識相知 丁隆也许给卡彭蒂埃 讲过天使道的造诣 也许给他描述过 中国文化的魅力 他俩都觉得有责任 让更多美国人 来了解东方文化 落款时 丁隆特意署名中国人丁隆 他和卡彭蒂埃 共同卷出十多万美元 用于筹建一个学习 中国语言 文学 宗教和法律的戏 一九零一年七月二十日 卡彭蒂埃给各大校长回信 坚持以丁隆命名 这个戏的最高教职 丁隆的名字 丁隆必须不拘调 他不是一个幻想 但一个真实人 我愿意保证他 如果我曾经见到一位 丁隆特的男人 丁隆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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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丁隆的1.2万美金 第二年 卡彭蒂埃追加捐赠十万美元 各大中文系筹建事宜 立刻开展起来 没有中文书籍 各大校长便寻求外交部门 转请新政府支持 这套图书是叫古今图书集成 在美国说是这个叫 中国的百科全书 哥伦比亚大学的 中国研究这个项目 这个教授学生最初使用的 第一手原始资料 就是这套书 当初是在1901年的11月3日 在李鸿章去世前三天 它代表清政府 答应捐赠给各大 两个甲子逝去 各大中文系 已经扩充为东亚系 而东亚系图书馆 历经多任官场后 迎来了首任华人馆长 程健先生 我们各大大概现在达到是 120万册书 这个在北美 大概在学术图书馆中间 占第三第四 当年就是说 冯友兰是我们的校友 胡适也是同一个专业的校友 1901年的捐款 开启了美国学术机构 研究东方文化的先河 而丁龙和卡彭迪埃 也继续着他们的友谊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四年之后 又到了他们分别的时候 米亚在出入境管理局 查到了丁龙1905年最后的出境记录 丁龙的职业是什么 在过去三十年超过一半的时间内 在他能帮到我的领域里 他都是我的朋友 伙伴 助手 他不是劳工 小贩 或者任何类似的职业 不是的 先生 我非常欣赏他 而且他对我非常有帮助 但在证词中 卡彭迪埃预感到 丁龙对返回美国已不太情愿 也许丁龙忍受不了那种歧视 他对于回到美国感到十分焦虑 如果他要回来 他希望能够轻松地回来 当他上一次和我一起 从欧洲回美国的时候 他没有面临这些问题 1905年 丁龙再次告别卡彭迪埃 踏上了回中国的航程 卡彭迪埃预感很正确 这次丁龙没有返回 他在美国国家大案馆的材料中 从此销声匿迹 他并不是说 丁龙自身 被某些人抗争 虽然我确定 这可能会发生 我并不知道 什么原因 他离开 丁龙离开后 卡彭迪埃每年夏天 依然会在高尔威 这个小镇上渡过 没有了丁龙的陪伴 思念常常伴随于老人心中 他把高尔威的一条小路 命名为丁龙路 我认为这可能会被他疼痛 因为丁龙从来没有返回 所以这也帮助于老人心中 2019年 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办公室 邀请米亚安德尔夫妇来到中国 分享关于丁龙的研究 我认为是值得和学生说 这也值得和学生说 是值得和能够的利益 你会有一个想法 丁龙的中国人 和学生认为 丁龙魂归何处 米娅夫妇希望在中国找到答案 新宁 一个已经消失于历史中的地名 今天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台山 2020年4月 台山白沙镇桥连 收到了一封信件的复印件 写信的人是一位故去的 台山华侨马维硕 这是马维硕写给他后辈的家信 军从内心隔来英文深一封 这是在六十四年前里的子妇 瓦万昌和一位很富有的米国人 正上来的一封东寸 就是这个英文深 根据信中的说法 这位祖父原名马万昌 在美国改名为马进龙 并给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一万美金 台山是中国著名的桥乡 去往美国修筑铁路的华工 有超过一万名台山人 生活在纽约的台山人 主办过一份中西日报 1901年中西日报的记者 报道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西成立之事 其中捐赠者的名字 的确被写为进龙 对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些线索来说 是具有根据的 我家里就是跟这个姓马的很近 大概三公里左右 我们讲的话是一样的 它叫进龙 就是丁龙 在马万昌后人的家庭旧物中 还有两封英文信件 信封上的邮戳显示 信从美国寄来 收件人是进龙万昌 进龙和万昌究竟是什么关系 它是否就是传说中这位丁龙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台山华侨银信收藏家李博达 对于这枚信封进行了解析 它的地址是新宁白沙旺季信馆 旺季信馆我们研究者 从世界各地的游家那里 我们都找到很多资料 假成年最早的时候 白沙旺季信馆 就假成那月十七 那一年最初 寄到美国人 就是寄到这间山 就是白沙旺季 除此之外 李博达还在多个 同时期的信封上 找到了忘记信管的痕迹 也就是说 马万昌后人提供的这个信封 游路信息十分合理 那么在信封上写到 进龙万昌收 有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写信有个规矩 比如说你寄一封信 寄给一个人 就是一行 寄下去 某某某收 但是你寄一封信 寄给两个人 就这样便利 两行小个信 是便利 比如说这一封信 就是讲明 欢明 吴儿 就是他两个儿子 同意收这一封信 所以这是我们的 书信的礼仪 是这样 不是乱来的 所以 丁龙万昌 就是一个人 米亚在收到 信件的扫描件之后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我认为 1907年9月 这封信的笔记 确实是卡彭蒂埃本人的 卡彭蒂埃经常会把信件 交给克劳克女士代谢 这封信中 卡彭蒂埃提到 克劳克女士去了加州 而另一封11月的信 笔记不像卡彭蒂埃本人 却和哥伦比亚大学 收到的 由克劳克女士代谢的信件一致 这封信件的收件地址显示 马万昌生活在台山清丘里村 在这里 他成为了很富有的人 在前面这个就是马万昌的 第二建筑 看起来是非常坚固 你看一下它墙角的位置 它是用了三条马尺 长形的马尺来寄存 在以前一般的云间 它是用一点 而且这个马尺 用工匠用柴出来的 成本会很高 它要海域 要人工 整体来看 这个无主人 则是比较富裕的 距离这座租屋不远 就是马万昌兄长万龙的房子 退休教师马卓荣 在这一家人中 找到了一本家谱 万昌三月韩风七年 十一月十四月神时 就是一八五七年 在二十五岁 这本家谱呢 他有加上名租 宿旗 宿文 宿秦 宿求 宿求呢 就是马卫夏老师了 他是我的老师 根据家谱记载 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 出生于一九零七年 也就是丁龙自一九零五年 返回中国后的第三年 此时他已经在家乡 开支散业 开始新的生活 一九零七年 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 新年铁路三期工程开工 消息传到村子里 马万昌当即捐款 收藏家郑昭荣 保存着一份新年铁路的 古东名录 马万昌在这里 马万昌 白沙 千秋青年 他是一千元 几百块钱盖一个房 一千元当时可以盖养老 一九零七年 丁龙离开两年后 塔蓬迪埃已经八十岁了 他在小镇高尔威安享满年 九月的一天 官家购买了一辆崭新的马车 塔蓬迪埃乘坐马车 沿着丁龙路一路几池 从郊外的别墅 来到镇上最繁华的地段 这让他想起了 这位久未谋面的中国朋友 人们都说丁龙路是镇里最好的一条路了 希望你有机会也能回来看看它 信中卡蓬迪埃这样说着 这年十一月 卡蓬迪埃再次来信 询问镇龙是否收到了一笔钱 原来丁龙在美国的投资 能够为他定期赚取一些利息 丁龙回国后 两个老朋友彼此通信往来 卡蓬迪埃一直希望丁龙 能再次返回高尔威小镇 很遗憾 直到十年后他去世时 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他也一直关心着 和丁龙相关的东方文化 1916年 卡蓬迪埃生前的最后一份遗嘱上 其中一条说道 捐献两万五千美金 建设岭南大学医学院 如今的中山大学 前身就是岭南大学 卡蓬迪埃的两万五千美金 在这里被用来购置了一处 卡蓬特堂 作为医学院的教学楼 栏杆上MS两个字母 代表医学院 成为这座大楼身份的证明 萨拉托家公墓 位于高尔威小镇近郊 丛林掩映之间 卡蓬迪埃家族成员再次安眠 其中既有卡蓬迪埃的兄弟族亲 也有服务于这个家族的佣人 墓园最深处 一块打磨光滑的墓碑上 捐刻着卡蓬迪埃的名字 1918年 卡蓬迪埃去世后 安葬在高尔维 这一年 马进龙在家门口 亲手种下了一棵羊桃树 坐在枝叶上切西树的树下 饮茶休憩 进龙或许会想起卡蓬迪埃 怀念他在美国的往昔 回想起他和这个富翁 一起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的一局 1937年 马进龙去世 享年八十岁 在他的墓碑上 后备们刻下了 万昌宫马府君之墓的字样 马府君一个地位极高的称呼 意味着他是这个家族里 最受尊敬的人 在马进龙松辈的家中 进龙晚年时的照片 被高高供奉 在另一座祖 同样供奉着万昌宫 也就是静龙的神位 神位携有对联 竹土知蓝锐 灯宁汉木乡 在马万昌的后人中 每一代都有许多从事教育行业的人 百年前的小人物 丁龙埋下的种子 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树荫活所建 一位一百二十年前的华人劳工 看着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